农历年前最后一周上班 花铃邮局出现了排队换新超人潮 连续多年由邮局资深员工戴文宏现场挥豪送春联 而1月16号刚好是戴文宏他退休的第一天 邮局情商他再来帮民众写春联 现场有许多喜欢戴文宏自己的民众就来排队索取 有可能明年就拿不到了 星期一上午花铃邮局出现了排队人潮 大家都要赶在农历年前换新超 同时还有花铃邮局的资深员工戴文宏 在现场为大家挥豪写春联 我们除了有换新超的服务以外 也有写春联的服务 那换新超的话我们是从上礼拜五就开始了 那我们会到最后一个营业日也就是1月19号 都有提供换新超的服务 那各类的超券都有提供 因为我们这个大师原来是我们的员工 那在今天退休 那我们还是商请他来为我们民众服务 这个春联是免费所取 那上午我们会从9点到11点半 下午的话我们会从2点到4点半 都有提供免费领取春联 连续写了好多年春联的戴文宏在1月15号借临退休 而1月16号是他退休的第一天 但他还是来到花莲邮局为喜欢他字体的民众写春联 写了10年感觉如何 有没有觉得你的粉丝越来越多 有的喜欢的人他就越来越多了 就会来排队 每年大概都会来询问一下这样子 听说你今天退休 是 我今天就是借零退休 借零退休 今天是生肖日 退休的第一天 退休的第一天 那怎么还特别来写呢 因为客户有需求 他在询问另外一方面 我想说退休 刚退休吧 也在邮局服务这么久 也能够有这个机会 再来写一下 排队换新疮的民众看到戴文豪的字 也特别留下来排队要拿春联 花莲邮局大厅 人潮滚滚 热闹非凡 已经很有过年的气氛 这里会换事报道